好 大家好 我是修手机的一个 这是一个 辽宁粉丝技修的荣耀魔术2 张某某的啊 换品牌屏啊 然后他这个 是啊 之前是换过组装屏的啊 是花瓶了啊 坏掉了 花岛这边换品牌的啊 然后我们全部品牌屏全部准备好了啊 魔术2 两个品牌啊 有两个魔术的 嗯 这最近魔术的很多呀 我都修了很多很多的啊 然后我们马上开始啊 他经过一个一个小时的拯救啊 这个 辽宁粉丝技修的魔术2 拯救好了 换的品牌屏幕啊 效果非常的板扎呀 然后之前他这个换这个也是个组装品啊 但是他这个之前换一个组装品啊 刚才我对比了一下 这个是 比较不差的组装品 肯定不管从显示效果啊 然后明明度啊 那些都是 不如这个的啊 这个的 我们看一下5588他就可以 这个是要触摸吧啊 我们和我们轻轻再点一下哈喽 哭狗 把我们拉个头表随便滑啊 看一下啊 这个手指 手指到哪里就跟到哪里啊 触摸非常的零 跟颜装品有一比啊 有一拼啊 好 然后马上也是给老铁发挥器啊 然后这边的话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啊 也是荣耀魔术2 然后这个是重摔机啊 修主板修换 摄像头镜片啊 这个位置啊 比较惨 然后也是换品牌品啊 品牌品 我这里啊 看一下啊 都是非常的完美 效果 都是 但是不是一个客户的 这个是山东的啊 这个是 辽宁的啊 非常感谢各位两个老铁支持 装机666有些秀史的主业教委